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又有前朝部长传出贪污丑闻 那社交媒体上这几天广传消息指 国盟掌权时期的教育部长拉兹在任期间 亮绿灯批准了直接颁发一项价值8000万令吉的 学前教育图书印刷项目给承包商 并且从中索取贪污 同时他的妻子也被指在涉案的公司里头担任代理人 针对这件事反贪会也已经有所行动了 在昨天扣留了两个人住查 分别是一名印刷承包商和一名前部长的政治秘书 反贪会主席阿战巴基今天告诉我们的姐妹台 Astro Awani 反贪会不排除会传照拉兹协助调查 但是并不会在近期内传照他 此外当事人拉兹也在这件事发酵之后 发文告澄清说 反贪会是因为他在9月19号 在国会上的言论才会按照上级的指示来行事 他说网上疯传的讯息都是在胡说八道 试图要诋毁他的声誉和形象 他也斥责反贪会不应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援引一些恶意诽谤来展开调查 拉兹今天也特地跟妻子拍摄影片 进一步澄清事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卷入政府学前教育八千万令吉印刷合约贪污丑闻的 前教育部长拉兹今天和妻子一起拍摄影片 驳斥针对他们夫妇的各项指控 拉兹表示谣传他的妻子是王室成员 以及跟社安公司存在利益关系 都是虚假的指控 我姊妹的名字是 Balkis Binti Datuk Sheikh Haji Zakaria bin Haji Ahmad Wan Besar 如果朋友在网上的网上 当然是网上的网上的网上 网上的网上网上的网上 网上的网上是网上的网上 因为当时出门说 姊妹的网上是网上的网上 我承受了网上的网上 此外 这名土团党不成国会议员 也在影片中呼吁造谣者 主动向他道歉赔罪 并促请网民停止转发不实的贴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不止的